嗨 大家好 我是星宇 今天我们来到了法国战役第五期 本期我们就将进入法国战役的最高潮 我将会为大家详细介绍 德国装甲集群在法国北部西境的飙车赛 以及在这场飙车赛最后 敦克尔克之前 德国踩下的那脚 饱受争议的刹车 这部分的战争信息会非常庞杂 所以这里呢 我还是老方法会给大家呈现 德军第一视角的讲解 也就是开启战争迷雾 仅为大家提供历史上德军能获得的情报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帮助大家 更接近历史当事人的视角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 看看盟军到底有多菜 不不不 战力如何 有什么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进入 还法飙车起点 德军的色当前线 上一次我们介绍到5月13日 德军已经从三个方向上渡过了马斯河 不过这里并不是说布置在此的 德军七个装甲师都已经过河了 而是只有一部分装备和人员过了河 因此这一晚德军的桥头堡防守 必定是不牢靠的 上一次星宇还给大家具体分析了一个事 就是晚上德国空军 无法对地进行禁地支援 那如果法军就在今晚 发动一次大规模反攻 很有可能给德军的桥头堡 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然而这一晚法军几乎没有动作 风平浪静 世界大战阶段性的决战前夜 周遭环境安静的连大家有没有点赞 投币都听得清清楚楚 真是太奇怪了 具体一点我们来看古德里安负责的色当前线 这一天他麾下的第一装甲师是边过河边推进 坦克一过马斯河就一路向南 最后一晚上把色当的桥头堡向南推进了15公里 特别爱冲在第一线的古德里安 一大早就开车前往了色当桥头堡的最前线 一个叫谢木里的小镇视察 听说在这里 一路上他见到了大量丢盔卸甲的法军战俘 而这仅仅是色当战役打响的第一天 在谢木里 古德里安听说法军在附近的军队正在集结准备反攻 果不其然早上7点钟左右 法军就在靠东一些的比尔松向德军发动了攻势 这算是整场战役中法军发动的第一次反击 老实说法军是非常勇敢的 他们只有45辆用以支援步兵作战的坦克 而德军有120辆格型坦克 最终是德国损失了50辆坦克 法军损失了30辆 德军虽然损失了更多的坦克 可是他们守住了阵线 中午刚过一条更紧急的战报传来 英法空军大量的飞机出动了 他们试图轰炸德国人在马斯河上架设好的福桥 这一场战斗他们先后拍出了152架轰炸机 并且有250架战斗机提供保护 如果他们此时炸毁了福桥 那德军接下来的行动的确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德国空军能够支援到这一区域的战斗机 有大约750架 对盟军的战斗机形成了3比1的优势 并且地面上第一第二第十装甲师 拥有一共303门各型防空炮 加上马斯河上的福桥本来目标就不大 所以虽然说盟军的这次行动极具威胁 不过德军其实做到了有备无患 客观上来看也许史无前例的损失才是盟军必然的结局 一直以来德国极度重视空军建设 并且反复的在研究装甲师的配置 为他们配备了大量的防空炮 这些举措的成果在这场战役中真是显露无遗 据当时的统计 这一天就有大约150架盟军飞机被击落 接下来重要的时刻到了 各位要帮您的下属 5月14日晚的古德里安 在色当做一个足以左右战局的决策 那就是第二天 5月15日他的部队究竟该如何行动呢 目前掌握的敌情是 我们再做一个总结 5月13号到5月14号 陆军方向 除了过河时法军的抵抗之外 以及我们之前提到的 比尔松的小规模反攻 法军目前没有大规模的行动 不过我们不能低估法国人的勇气 未来他们还是会发动 更具威胁的反攻的 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 空军方向 在5月14日 他们发动了英勇的攻击 但是没有摧毁福桥 自己反而遭受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将军 这时候到你来决策了 根据战前的规划 部队此时应该要纠集兵力向西开始突击了 不过我们之前也提到 未来法军一定还会反攻 所以留下一些部队守住桥投保 也是必须要做的事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 我们要打造一个进攻用的锚 再打造一个防守用的盾 可是资源是有限的 必须要有所取舍 那么摆在各位面前的就有三个方案 A 让目前为止几乎其装满园的 第一第二装甲师 全数掉头向西 按照计划开始西境 而把在14号的战斗中 受到一些损失的第十装甲师 留下应对法军 接下来有可能到来的攻势 简单而言就是强化西境的锚 而留下一个较弱的盾 B 从第一第二装甲师中抽掉一些部队出来 补充已经受伤的第十装甲师 留下防守 换而言之就是弱化西境的锚 可是换一个相对更强的盾 C 就是5月15号先停一天 暂且不要毛了 仅仅举一个又大又无比坚硬的盾 带更多部队 尤其是步兵炮兵过河以后 完全展开以后再开始吸进 不知道大家的选择会是怎么样的 给大家一秒钟时间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大部分都会选A 历史上古德里安的选择就是A 而且就是和自己的装甲师师长 参谋聊了一下 立马就决定了 并且我们说的 德军三个方向上的装甲力量 基本都是做了类似的选择 我在想应该没有人会选C吧 这个果断的选择是基于慢式探阴计划 概括一下就是集中兵力 兵贵神速的要求 同时另外一方面 当下的作战 法军在桥头堡最脆弱的时候 也没威胁到桥头堡 那之后这个桥头堡已经十分稳固了 还需要在这里留多少兵或者待命吗 这从另外一方面又坚定了前线指挥官 他必选A 根据这个选择 5月15日 古德里安就将第十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留下了 自己带着第一第二装甲师全员开始了西晋的进程 到了5月15日傍晚 第一装甲师就已经渡过了阿登运河 到达了望德雷斯 可是5月15日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法军他果然对桥头堡部队发动了更具威胁的反攻 他们的进攻核心是斯托纳 法军希望控制这里的高地进一步威胁桥头堡 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军事奇迹 就是德军第一次领教了B1B坦克的厉害 有一辆B1B坦克击毁了13辆德国坦克 自己被各型反坦克炮击中了140发 可是基本上毫发无伤 这辆坦克的驾驶员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提到的那个 突然被任命为英法比三军协调员的比约特将军的儿子 你说巧不巧 你可以叫他小比约特 他战后一度关制法国的国防部长 这里就和前面一期的内容连上了 大家想想 什么部队能装备B1坦克呢 这一定是一个法军的预备衣装甲师对不对 这个预备衣装甲师与德军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三天 5月15号到5月17号 斯托纳阵地一共在德法之间异守了17次 光5月15号这一天就异守了7次 法军多次占领了阵地 而这里离桥头堡一步之遥 那说到这里 结合这个信息 各位将军你会动摇吗 要不要改一改之前的选项 历史上古德里安的高层就动摇了 5月15日晚 古德里安的上司 装甲集团指挥克莱斯特就把古德里安叫了过来 让他把答题卡擦了 选C 要求古德里安停止继续向西进攻 并且活动范围不能大于登陆场 这个是古德里安在开始法国战役之后 收到的第一个阻止他前进的命令 这次古德里安的选择是距离力争 然后克莱斯特他同意了 你可以在未来24小时的时间内继续行动 可是在此之后 在他继续西进的路上 也包括敦克尔克之前 让他停止前进的命令是越来越强硬 古德里安每次都是急死了 最后又是被撤职又是抗命的 这一路上给古德里安下停止进军命令的人 等级越来越高 克莱斯特 龙德施泰德 陆军总司令部 甚至希特勒 类似的命令也给到过其他方向的装甲军那里 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古德里安的上级 装甲前线指挥官的上级们 或者说只要官比古德里安大的都让他停下来 而且命令是不断的下 一直下到敦克尔克之前 他们不是确定了同一套 麦什泰因作战规划和战略目标吗 古德里安的书里有这么一段话 相信和各位的想法是一样的 眼下我怎么也想不通 大胆的麦什泰因计划是希特勒亲自批准的 他对我实施突破的观点也未曾有过任何疑议 怎么现在他自己却丧失勇气 被吓得居然下达了立即停止前进的命令呢 古大将啊 您别急啊 简单来说 希特勒他不是没有勇气 他就是不懂 坦率的来说 很多您的上级他们也不懂 这个问题的最核心原因 我们第二期节目里面与大家详解过 就是这个时期的德军并不存在一个成熟的装甲集团作战体系 你可能会想说不是有闪电战吗 那新看到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本系列 闪电战那期对这部分内容有详细的解读 法国战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上千辆坦克 多个装甲师整编在一起 单独执行任务的场景 很多问题 你不要说法军高层没见过 德军高层也没见过 所以关键时候可不得靠个人经验理解和判断来了吗 古德里安 咱说不好听话 歼战期就差每天睡在坦克里了 他和其他指挥官的理解能一样吗 同样的战场信息 在他脑海里完全是另一个版本 比如说面对部队机动调配的问题 德军司令部认为步兵没跟上 所以古德里安或者龙梅尔你们就要停下来 古德里安想 朋友你醒一醒 我就是因为嫌弃步兵办 我才要建立独立的装甲师的 你现在让我等 我不等于白干了这十多年了吗 又比方说 面对法军的防守 比较保守的将军就会觉得 法军的防线是出了名的兼顾 我们的坦克面对这种防线 攻坚能力是不够的 所以要等重炮和步兵来了 才能向法军防线进攻 可是古德里安的逻辑是 只要我冲得快 法军就没防线 是不是脑回路都不一样 最直接的一个例子 后来战局到了5月16日这一天 古德里安截获了法军总司令 甘莫林的一封守令 上面亲笔写着 必须制止德国坦克的肆虐 朋友们 你看到这句话 你会做什么反应 A 加强防御 准备抵御法军反击 B 加强进攻 继续冲 大家想想看 换我 真有可能犹豫选了A 很好理解吧 明显法军要反击了 他们的装甲兵是不弱的 那我肯定要严防死守 可是古大将他选B 他的逻辑是 甘莫林说要制止我的坦克 说明他怕我的坦克 那我就更不能停了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 所有的这些信息判断 不是说是谁对谁错了 他折射出的是 双方的思考方式 对战术兵种敌情的理解是完全不同 而且因为这个仗打得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你都容不得这种对立的思考方式 能发生什么变化 战局悬念就已经没有了 最终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就是 法国战役大概是历史上 几方将军沟通的最不和谐的一场大胜仗了 OK让我们继续回到战场上 我们这里先补充一下 5月14号到5月15号 这两天另外两个方向的战斗 霍特军团也就是龙美尔的位置 大约是在弗洛雷恩 他们在向西南挺进的途中 遇到了两个营的币仪坦克 又来了 什么编制的法军能有两个营的币仪坦克呢 这一定是碰到了另一个预备翼装甲师 对不对 说实话 如果真的是兵对兵 将对将的打 那这里不免是一场恶战 法军很有可能给龙美尔带来巨大的损失 可是龙美尔的部队冲进去的时候 这两个营的坦克正在那里加油 于是战局打得异常混乱 最终这两个营的法军坦克几乎损失殆尽 德军击溃了这个预备翼装甲师 虽然代价是自己损失了100辆个型坦克 但还是一样 他没有能够阻止德军前进的势头 这一天 莱因哈特的大致位置是 里亚尔到莱谢勒这一带 5月15日 龙美尔继续前进 主角又变成了莱因哈特 他在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 在前进过程中也碰到了法国坦克 远远观察一下型号 有B1B 有H系列 那坏了 这应该又是一个预备翼装甲师 可是再仔细观察一下 不对啊 他们在干嘛呢 不在加油 有的坦克是在火车上 有的就在边上停着 而且这里也没有装甲车或者火炮 其他部队的协助 好家伙超着个大的 德军坦克一冲 法军这里瞬间崩盘 你可以预想到 这里德军师又击溃了一个预备翼装甲师 现在我们把三个讲解的进度统一了 我们来小总结一下 14号到15号这一天 德军的三个桥头堡 突破方向上都受到了法军不同方向 装备有B1坦克营部队的反击 我们根据法军的配置 能够想到这三个方向的反击 一定是来自三个预备翼装甲师的 结果是龙梅尔这里 他们趁着敌军在加油 虽然付出了巨大损失 但击溃了一个师 莱因哈特这里在行进过程中 直接端了一个停在火车上的装甲师 古德里安方向 5月15号正在和一个装甲师来回争夺阵地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上期节目介绍过 能够与德军的装甲师正面抗衡的机动部队 有法国三个轻型机械化师 和大概有三到四个预备翼装甲师 那么现在看看 三个轻型机械化师在北部比利时方向 这一天的战斗 两个预备翼装甲师分别被击溃 还有一个预备翼装甲师 在和古德里安留下来的部队纠缠 那么是不是说再往西 法国就几乎没有机动力量了 Bingo 朋友 你答对了 Bienvenue à France 欢迎来法国 请把我们英吉利海峡舰打在公屏上 这一刻我们算得特别清楚 德军接下来西进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最强抵抗 也就是剩下的那一个预备翼装甲师了 或者是法国在巴黎又新编出来了装甲力量 那这些部队法国人自己也不信 这就是丘吉尔在担任英国首相之后 5月16号来到法国时当时的情况 好 我们继续 5月16号这一天 莱因哈特和古德里安的部队相当优秀 在蒙克尔内附近相遇了 推进了大约60到70公里 在这里他们讨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如何避免两个装甲军团的装甲师 在一起推进的过程中不堵车 最后大家商定了各自要用的道路和推进路径继续开路 这一天在蒙克尔内附近又有法军的装甲部队露头了 很明显他们就是剩下的那个法军装甲师 也就是戴高乐所属的第四预备翼装甲师的部队 往北看 隆美尔这里则是过度优秀了 16号白天一直在推进 根本不停 到了17号的早上 一问法国人这是到哪了 说这里是勒卡托 打开地图一看 好家伙一天多一点推进了110公里 5月17号一早 克莱斯特将军又开始了 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 这回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古德里安以辞职相逼的那次 然后克莱斯特将军一听 辞职 好你交接吧 后来在其他将军的调停下 没有闹得太尴尬 并且同意古德里安的部队 可以继续实施战斗侦查任务 同时指挥所要留在原地 以便联系 古德里安一听 好的绝对服从 可以继续战斗侦查 一定完成任务 我继续向西执行战斗侦查任务 指挥所留在原地 方便联系 没问题 保证完成 那参谋长你和指挥部留在这 和他们联系呗 完美 我继续上路了 我看他回忆录里的措辞 真的感慨这个人 有意思 他说到我的前进指挥所将架设新的电话线 这样我就不用无线电设备了 陆军总司令和国防总司令部的真听设备也没有办法跟踪我了 他多次提到过这个事 就是在一路吸进的过程中 给他最大阻挡的不是法军 而是友军 这一天 时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哈尔德上将 记录了希特勒的反应 他怒气冲冲 大喊大叫 说他们也就是指装甲兵指挥 要毁掉整个行动 看来元首的愤怒是自食之中 接下来5月18日 古德里安的前进指挥所战术侦查到了瓦兹河畔 到了晚上 德军司令部一方面是无可奈何 另一方面也担心古德里安势单力薄过度深入了 所以干脆18点解除了他们在5月17日停止进军的那个命令 这下莱因哈特的部队又如脱江野马开始加入了禁诉 不过给隆梅尔停止进军的命令是直到5月20号才正式解除的 19号早上 古德里安战术侦查到了一个让所有德军听上去就无比感慨的地方 索姆河 在这里 古德里安服辱了一些正在研究如何布防的法军参谋 他们倒不是很害怕不过非常意外 采访一下他们正在意外什么呢 他们是觉得自己已经被布置到这么西边了 居然还能碰到德军 这一路上几个装甲力量 武装侦查也好 突击也好 竞速也好 感觉都不是太贴切 我觉得基本就等于在这扫荡 所到之处 法军根本就来不及抵抗 印证了我之前总结的古德里安的那个想法 就是只要我走得够快 法军就没防线 5月19日这天 古德里安遭遇了戴高乐部队的攻击 这个攻击一度离古德里安的指挥所非常接近 不过整个行动呢 他自己还是觉得威胁极小的 这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 这只有一个预备翼装甲师 任他怎么操作也掀不起大风大浪了 不过法军的这些行动也让古德里安又思考了一下 是不是法军对侧翼的攻击风险越来越高了呢 应该如何应对呢 那就是更快速的推进 因为他认为 只要我让主力保持高速机动 那么法军就有可能搞不懂我主力在哪 而迟滞不前 是不是又来了 同样的信息 完全不同的理解角度 5月20日 古德里安向亚绵推进 这一天有两个有意思的变化 第一个是古德里安他抓到的俘虏当中 有人是说英语的了 那这也说明他离盟军的主力越来越接近了 另外就是他在这一天又遭受到了友军的轰炸 而且不止一波 最后地面部队实在忍无可忍 用高射炮打下来了一架友机 上面两个飞行员跳伞下来了以后非常意外 你们怎么在说德语 啊这是友军啊 那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古德里安不用无线电继续突进了以后 实际上德军A集团军群对自己部队究竟到了哪里也知道的不是太清楚 这个其实是真实战场和我们玩这种战争类的游戏最大的不同 战争类的游戏为了保证游戏性 所以敌军那里战争迷雾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是他对友军不会设置什么战争迷雾吧 可是真实战场是打起来了以后 有时候友军找不到 而且连联系都联系不上 最终5月20日晚 第二装甲师拥抱大西洋 第二天5月21号 古德里安的部队终于得到了官方认可 他现在可以转向北挺进 继续攻击盟军重要的三个沿海城市 布洛涅 加莱 敦克尔克 这天最重要的信息来自北方 于前一天刚刚正式解除禁军限制的龙梅尔 在这里阿拉斯遭遇了英国装甲力量的反击 他们的攻击被打退了 可是德军在追击时又受到了法国轻型机械化师的拦截 这场战役我不能说得太细 因为说得太细会影响大家接下来重要的决断 我们现在有机会再次进入龙德施泰德的第一视角 来看看目前的情况 首先今天稍微比较省心的反而是古德里安这个方向 他刚刚得到了来自您的命令 要进攻布洛涅 加莱和敦克尔克了 可是实际上古德里安的部队状况是什么样的 美支部队具体位置在哪里 之前的战斗损失情况如何 现在A集团军群是没办法知道详细的 然后我们看到更紧急的阿拉斯方向 罗美尔的报告对于阿拉斯的战斗是这么说的 我方受到了盟军五个师约一百辆坦克的攻击 而且这个行动是英法一起完成的 那这会不会是盟军一次大规模反攻的序幕呢 另外不要忘了 直到这一刻战斗并没有结束 仗还在打呢 随后这几天南部法军战线的消息也越来越多 他们正在南部聚集更多的兵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龙德施泰德 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A 以加莱敦克尔克方向为重心 不对部署做出任何改变 B 优先以阿拉斯方向为重心 重新就所有部队进行定位调整部署 不知道大家的选择会是什么 龙德施泰德他的选择是 B 注意哈 这个选择不是我们最熟知的那个希特勒角合进来的选择 这是在敦克尔克行动完全开始之前 德军的一个决策 在这个决策中我们发现阿拉斯的战斗实际上给德军的高层指挥官非常大的震撼 本来他们就对盟军的反攻提心吊胆 现在发生这么一个事 瞬间感觉盟军的反攻是不是溅在弦上了 觉得一定要优先把这个风险解决掉 所以龙德施泰德他做了不少的调整 第二天还把古德里安的第十装甲师直接变为了预备队 然后又将克莱斯特装甲集群中的许多部队部署调整到了靠东的位置 他的这个选择大家觉得可以理解吗 那这个就是第一视角来看的好处 这个历史当口阿拉斯还在打着 龙德施泰德他知不知道盟军到底要不要反攻 他知不知道盟军会不会添加兵力 他知不知道这场战斗最终的结果 这些问题他都不知道 那他要不要防范反攻调整部署呢 显而易见非常需要 对于全军来说 这是一次部队的部署调整 那对于古德里安来说 是不是又等于按了个小暂停 原本古德里安的计划是 第一装甲师目标加莱 二装甲师目标布洛涅 十装甲师目标敦克尔克 我们先不管这三个方向 他们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都占领 最起码说 22日本来就应该执行的 向敦克尔克进军的计划 因为阿拉斯的战斗直接就被取消了 现在我们短暂的开一下上帝视野 龙德施泰德 他做这个决策的核心 是因为阿拉斯的战斗 可是这个战斗 他能最快得到的信息 就是龙美尔的那个报告 不过龙美尔的这个报告 信息上是有问题的 盟军参与反攻的部队远远不到五个师 参与的坦克也没有一百辆 那为什么他把这个战报说的这么夸张呢 跟当时激烈的战况有关 这回终于轮到英军的装甲力量 发光发热了 英军的马蒂尔打坦克 把龙美尔打出阴影来了 一般的反坦克炮打上去 几乎就是挠痒痒 最后还得靠88毫米防一切炮 这场仗给他在北非面对一样的对手 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实战经验 好 接下来又过了一天 5月22号 德国第二装甲师开始了对布洛涅的攻击 这仗从5月22号开始打 比之前的战斗艰难了很多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布洛涅是座老城 周围有很厚重的城墙 德军的第二装甲师 自打色当开始就不知道炮兵是什么 遇到要塞攻势多半是请求空军支援 可是现在这个位置离德国空军基地 已经比较远了 同一时期 很多空军正在进行基地转移的任务 另外天气不大好 空军作战效率有所下降 那问题是这里我岔开一句 法国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这个地区 天气一年当中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不好的 经常下雨 那德国的这个第二装甲师 就等于没有有效的攻坚武器 可是这个沿海城市离英国又那么近 皇家空军终于在此时也发光发热了 战役期间出动了80架飞机 轰炸了德军阵地 皇家海军的驱逐舰也用火炮 配合了陆军行动 德国的坦克炮 对这种城墙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所以最后又是老招 88毫米防疫窃炮 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是这个仗是从5月22号就开始打了 一下打到了5月24号 残敌还没有被完全肃清 接下来加莱的情况也是类似 5月22号 第十装甲师短暂离开过古德里安的序列 可是当天晚上又给吊回来了 我靠玩我是吧 于是古德里安就做了个调整 5月23日开始 由第十装甲师进攻加莱 到了5月24号还没开打呢 因为加莱是座更坚固的城市 且守军也异常坚决 还是那个问题 空军的支援力度减弱了 又有了之前布洛念的经验 所以这会儿第十装甲师 他们得到了古德里安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命令 叫等 不适应吧 他居然会说等 等到5月25号重炮部队到才能攻击 随后夺取敦克尔克的任务现在就落到了第一装甲师这里 5月24号 他们的位置大概是在欧尔凯和圣皮埃尔这一带 后来因为阿道夫希特勒进位时也化给了古德里安 所以古德里安又把他调遣到了这个方向 加强对敦克尔克的行动 好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所有的介绍都停到了5月24号这一天吗 因为这一天希特勒见了隆德·施泰德 做了那个后世议论纷纷的决策 希特勒的决定呢 来自陆军空军两个方向 我们先来看陆军这里 5月24号 这天加莱还没有开始打 部落涅是费了不少功夫才占领的 并且残敌还未肃清 德军距离敦克尔克是不远的 但问题是这里能占领他还有一段距离呢 希特勒做决定时候的战况 我们一定要树立清楚 我们一般在思考敦克尔克撤退的时候 因为前前后后信息非常多 加上敦克尔克行动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 所以很容易会形成一种感觉 就是德军在做停止前进这个命令的时候 英法联军就只剩敦克尔克这么个港口了 但实际上这是最后最后的情况 德军5月24日这一天 部落涅还没完全打完 加莱是包围了 但没开始打 这是古德莲自己下的命令 要等重炮 敦克尔克更是还没有完全包围住 然后龙德士泰德结合这几天的战况 给了希特勒一个建议叫做 我们建议暂停进军 大家能理解吗 我们来做个投票吧 能理解的你就选A 不能理解你可以选B 当然了 龙德士泰德他汇报的内容很多 首先是从基础战场信息讲起的 这一代河网纵横 不适合坦克作战 同时这几座城市都有古城墙的保护 坦克的攻坚能力 无法胜任这个任务等等 也提到了要为接下来德军的行动 也就是深入法国腹地 南部保存实力 因此建议暂停进军 所以我这里给龙德士泰德 他做出这个建议的所有支撑的因素 做一个小总结 也就是大概有这么多的因素 不过这个事情 陆军说的也就只有一半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空军 戈林他跟希特勒是一顿锤 说空军可以消灭英法联军 最起码能够阻止他们撤退 这就真是在胡扯了 放眼全世界 我们看到过哪支军队 成建制的几十万的精锐部队 单单因为空军轰炸就给炸没了 从来没有吧 而且5月21号到5月24号这几天 德国空军的活动效率 因为距离天气等等因素 大大下降 谁给戈林的这个判断呢 德国空军能靠自己解决掉英法联军 当然了 因为这是戈林 所以他说的就不需要判断 这里面就还有个隐藏信息 就是德国空军跟希特勒的关系 或者说跟纳粹党的关系始终是比较近的 所以他这个吹牛呢 在希特勒这里分量很足 两边的建议都是陆军现在要停止进攻 德国陆军的参谋部呢 其实当中有一些将领 是倾向于要这时候继续打的 不过他们能够传递出来的声音 相较于这两位将军给希特勒的 要弱很多 最后希特勒同意了龙德施泰德提出的有关停止进军的建议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 整个这个决策做的过程是希特勒最终同意了龙德施泰德的建议 而不是希特勒告诉龙德施泰德你要停止进军了 战后我们的舆论呢 是把这个问题全部推给希特勒了 但实际上这个最终的决策结果是 希特勒龙德施泰德哥林三个人意见的历史合力 要说有什么责任也应该是这三个人都有责任 好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好像少说了一个方向 就是希特勒想给英国人一个机会 拿敦克尔科的部队当谈判议和的筹码 这个事情的来源呢是两块 一个是龙德施泰德战后的一句话是说 希特勒为什么要停止进军呢 因为他很尊敬英国人 觉得没必要戒灭你的部队 搞得那么僵 他要帮英国人一个忙 以此换停战 这个因为是历史亲历者说的嘛 所以感觉可信度很高 可是事实 后来历史学家查遍了希特勒当天发的命令 都没有找到过这个意思 5月24号 的确希特勒是同意了停止进军的命令 不过当天的命令完整版 其实叫做停止进军 以准备揭灭在比利时方向的英法比联军 说明他这个停止建军的逻辑 是遵循着我之前为大家说的 德军要积攒兵力做调整 以被揭灭盟军而做的 并不存在龙德施泰德 他提到的什么 希特勒不想揭灭英国军队 另外呢 就是希特勒在战败之际的一句算遗言了吧 1945年2月26号 希特勒哀叹丘吉尔 说他完全没有办法欣赏体育精神 这句话呢 可能就是说 敦克尔克我让了你一下 没见面你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这个可信度就更低了 大家说是不是 他是说过这个话 可是战争末期 希特勒说的话 有几句话是能信的 希特勒在战争末期 不是好像还有个想法吗 说早就应该把你们这些陆军军官 清洗一遍 就像斯大林一样 你说这代不代表着 希特勒在战前 要把德军军内的将军都杀了呢 不是吧 所以这个说法可以修以 我在这里为大家详解了 德军从渡过马斯河 到进军敦克尔克 这大约10至11天的时间当中 第一人称视角的战斗 从这个第一视角中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 盟军对德军的反击程度 如果我不做第一视角 你会觉得法军这里 调兵遣将可积极了 从马其诺防线 从南部 甚至从北非都要兴师动众要到前线来了 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真的规模威胁都不大 主要的反击大概包括5月14号陆军和空军的反击 5月15号开始由预备役装甲师发动了反击 在古德里安向西挺进的过程中 戴高勒发动了反击 以及最后5月21日英法联军对阿拉斯发动了反击 大家觉得这些反击奏效吗 有威胁吗 几乎没有 最奏效的大概就是5月21日在阿拉斯的那次攻击了 而且就仅仅是让德军调整了部署 大概拖延了德军一天的时间 然后我们细致一点来看 每一次反击 其实英法军队打得都不错 打得都非常英勇 而且战损比还经常是占优势的 所以这肯定不是我们好像很多人理解的 法国人一打起来就投降 没有勇气这个事 而是一定是这个部队的编制 或者是这个部队的部署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盟军除开比较远的荷兰军队 怎么说一百来个失啊 为什么最后连像样的反攻都没有形成呢 这个我们将在下期为大家详细解读 同时因为下期补充了盟军的信息 我们也可以为5月24日 德国对敦克尔克的暂停命令 做一个更完整的评估了 感谢各位看到这里 针对这一期的节目 我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我在分析德国高层指挥官 和前线指挥官意见冲突的时候 有一个点其实没有讲 我考虑到视频节奏问题 所以我把它放到了最后 这个角度呢 大家可能没听过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 就是这种高层指挥官 和前线指挥官的意见冲突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计划的制定者 麦士泰英 他被调走了而引起的 当然这个计划能通过 龙德士泰德的支持是非常重要 不过毕竟最早是出自 麦士泰英的想法 那计划制定者 执行者不同 是不是给这个争论 制造了可能和空间 大家看麦士泰英的回忆录 麦帅这一点是写的比较清楚的 另外呢 我还想到一个角度 就是说我觉得有意见 本身这个事情 也说明麦士泰英这个计划 本身太优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先说计划 一方面麦士泰英计划 详细论述了德军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何时何地 以何兵力突击 另外一方面 他又没有制定的过度详细 比如说画一个严格的时间表 你第一天干嘛 第二天干嘛 又或者过分预判敌军 说敌军一定会怎么怎么样 那你接下来应该怎么怎么样等等 那这些信息并没有写得那么详细 是不是把这个空间 给了前线指挥官呢 麦士泰英非常清楚 战役规划是战役之前做的 所以肯定无法做到面面俱到 也不应该做到面面俱到 因为敌军的行动 你无法完全准确的预测 所以在遭遇敌军之后 具体应该怎么应对 甚至要调整计划的问题 就要仰仗前线指挥官的判断和智慧了 这非常对呀 在他的回忆录里呢 提到如何布置兵力 这里麦士泰英就引用了 毛奇将军的一句话 我们的作战规划也不可能准确预见到 与敌主力遭遇后的情况 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我们以不充足的兵力发动进攻 在最初阶段就会停滞不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麦士泰英计划另外一个优秀的地方 他给战时的指挥官提供了充足的兵力 同时也给前线指挥官能够发挥能动性 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最后这是一点小感想吧 本期节目真的是信息爆炸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给个三连 尤其是点赞 谢谢大家 我是星鱼 我们下期再见